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基隆救火车站盛大登场 让大家看见基隆市府团队和第一线老师的努力 创意和执行力 教育部长潘文中说 虽然经常被林佑昌骚扰 但基隆这几年在教育和城市发展上真的不一样了 以蜕变飞跃为主题的基隆教育成果展 在基隆救火车站盛大登场 市长林佑昌特地亲自为前来参观的教育部长潘文中导览说明 分享基隆市七项全国之先的教育成果 让部长了解 例如斑斑数位化 每一个行政区都有双语教育等等 基隆市政府把教育部补助的教育经费 一分钱当作十分钱来用的努力 希望教育部继续支持基隆市相关的教育经费 协助基隆市的教育发展 我想一切一切我们都想证明一件事情 在经费极其有限的状况之下 只要努力 只要有创意 只要有做法 只要有执行力 我们真的可以把一分钱当十分钱再用 很多的政策不一定要花大钱 但是我们能够在教育部 给我们充分支持跟资源之下 报告部长我们一块钱真的可以发挥 十块钱的一个效果 所以今天这个教育成果展 是想再次跟教育部的长官来证明 给基隆市的经费跟预算 我们一定会让他好好的发挥 所以在未来也希望教育部 继续给我们基隆市教育环境的支持 好不好 教育部长潘文中也非常肯定 林又昌市长这几年来 为了发展机动教育的用心 更开玩笑的说 为了替基隆争取更多的教育预算 经常骚扰他 再加上一分钱当作十分钱来用的 努力和绩效 让基隆市教育发展向前狂奔 深刻的了解 基隆市在林市长的带领之下 在教育上真的是一路向前狂奔 然后不只是了解市长的努力 我想更要来跟各位伙伴来再一次的认证林市长的努力 而林市长经常为了经费 这个我经常也变他骚扰 但是这样的骚扰不是只有打电话 还经常约了时间要来详细的说明对基隆市的教育是怎样的规划 这已经是好几年前了 到今天市长来把他做一个重诊 做基隆教育的成果展现 我要跟大家说 这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 立委蔡适应同样也希望教育部 可以持续支持基隆市的教育预算和发展 那其实我们基隆市的体育设施的改善跟推动 比起其他县市 我们多争取了一些 我们是梁部长来拍解破 当下一句好吗 为什么我特别讲这句话的原因 是因为上次新闻还报道出来 说为什么基隆哪有比较多 Mateo来问我 我当然也赶快讲 我不能讲自己很认真而已 我特别说因为基隆市政府的预算 他的计划书写得很好 让中央愿意来优先支持基隆 来 共同不同 这项成果展从8月27日展出到9月4日为止 欢迎市民好朋友前往参观 基隆市图杯猛进的教育发展成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农历8月初一晚上6点 老大公庙举行观看门的仪式 象征来阳间接受朴师的老大公和好兄弟们 都必须要回到阴间 而为其一个月的基隆中原季活动也圆满落幕 8月27日农历8月初一晚上6点 老大公庙举行观看门的仪式 由今年主朴黄信中庆会 卢主黄大明和市长林又昌 以及议长蔡旺联和立委蔡适应 一起观上看门 象征来阴间接受朴师一个月的老大公和好兄弟们 都必须回到阴间 而为其一个月的中原季活动也圆满落幕 明年即将交接给郭信中庆会来主朴 重新设计各位教 我们要请在转眼 我们各位来对他的诚意 奉进重新老大公 本来是感受得到 希望今天观看门要好 同样保护我们 居然是基隆平安健康 保护最重要的 早天要快点下离 我们今天有点水 听到我们的语问 感谢好兄弟 也感谢我们所有个性中心中长 大家团结在一起 为了基隆来祈福 为了台湾来祈福 所以才能够这么顺利和平安 那在这边呢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参与活动的 所有知识人员 我想因为大家的诚心跟诚意 也一定可以让台湾多大平安 然后让风调雨顺 基隆市的市政参与 再次感谢军会 不辞心地来传承我们这个文化 的祭祀 祭祀 蔡旺年在这里 感谢 再感谢 也希望好大公好兄弟 也收到我们黄金中心会 等等所有其次的这一顿生意 来保佑基隆市 市民平安 我们市运昌龙 未来继续来努力 因为明年是郭庆 全版 那我已经承诺郭庆说 我也会品质地支持黄姓中心会一样 来支持郭庆中心会 祖谱一棒接一棒 作为全国最重要的 卑务职文化产品 明年主谱的郭姓中心会 也希望好好筹划明年的中元季活动 办得和黄姓中心会一样 圆满平安顺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111年度原住民联合封年季活动 在原住民文化会馆热闹登场 市长林武昌特别向原民朋友报告 过去主政7年多来 变列投入在帮助原住民各项发展的经费 都大幅增加 实现他照顾原住民朋友的承诺 111年度原住民联合封年季活动 在原住民文化会馆旁广场热闹展开 来自全市各区的原住民朋友们 载歌载舞共同庆祝 机动市长林佑昌和立委蔡世英 以及市议员陈明健和王显之等人 也都一起出席参加 市长林佑昌特别向原住民朋友报告 过去主政7年多来 编列投入在帮助原住民各项发展的经费 和福利预算 实现照顾原住民朋友的承诺 也感谢立委蔡世英和议员陈明健 以及市政府民政处长王于森 在中央以及地方对于预算的争取和编列 佑昌担任基隆市的市长 我想在第一年上任的时候 我跟各位主人同胞承诺 我们一定会大幅增加我们基隆市原住民族 我们相关的市政府的经费 还有预算 今天佑昌在这边要跟大家报告 这一点佑昌做到了 市政府做到了 陈明健做到了 我们所有地区的头目跟主席 大家也都一起努力做到了 我们基隆市原住民族的预算 从我刚上任的时候 一年大概只有1900万左右不到 但我要跟各位报告 我们到今年度呢 我们基隆市原住民的预算 已经突破3000万 也就是在这几年我们成长了50% 包括我们事务委员会 地区的头目 地区的政府主席 努力的来援续 保存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把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能够深耕在我们部位区 最关心我们原住民的市长 过去这几年来 基隆的原住民的预算增加 当然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在立法院也非常的努力 在原住民预算的审查过程当中 给予原住民委员会大力的支持 因为我知道 我们如果不站出来支持 原住民的活动的话 就不会有其他人站出来 原住民总头目也代表各区原住民朋友 和甜品店作为新书的内容 欢迎大家到 基隆喝杯好咖啡享用美味甜点 在咖啡店老板和甜品店达人的指导下 基隆市长林又昌献出专业泡咖啡 和做甜点的处女秀 这是林又昌发表的第三本新书 《想路非非林又昌的浪漫思旅》 这次是以市长林又昌的口袋名单 基隆42家好喝及好吃的咖啡店和甜品店 作为新书的内容 特别推荐给大家 来到基隆喝杯好咖啡 享用美味甜点的好地方 让大家来基隆 不再只有咸咸海洋味道的感觉 而是还有甜甜浪漫的气氛 因为一个海港的地方 一定是最浪漫 最充满文化人文气息 最有风情最有情调 然后呢在这个城市的环境里面漫步 就会像在巴黎像在伦敦 像在横滨的港口 像在上海像在东京的港湾 那这个男女朋友 这个老夫老妻 然后手牵着手 很想继续再谈一场恋爱 我说海港的一种风情 应该是这种气氛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 其实港口的味道 也许应该是甜甜的 而不只是咸咸的 那这几年因为基隆的 整个城市环境的改变 大家对未来基隆的想象 也变得不一样 所以有越来越多 我们的这些咖啡店 我们的年轻的伙伴跟朋友 慢慢的回到基隆 去发挥他们的创意 然后每一间每一间店 都非常的有特色 而且非常的有创意 那这些特色跟创意 它丰富的基隆市文化的基底 也丰富了基隆市整个城市的内涵 跟它的魅力 所以我说今天这一本书 我们在书里面有42间的咖啡店 跟甜点店 所以这本书并不是专属于林又昌个人 这本书其实是属于我们所有 在书里面所有的咖啡店 跟所有的甜点店 大家共同拥有的 知道市长林又昌又要发表新书 现场更涌进来满场的粉丝要买书 请市长亲自签名及合照 没办法 就是爱上林又昌的方方面面 是市长的粉丝吗 对 对对对对 对 市长的粉丝 最欣赏 你最欣赏它哪一点 嗯 都有 它的改变件事什么都很好 对 做人也很好 谦虚 对 它的书你都有买是不是 嗯 好 林又昌也和书中42家咖啡店 以及甜品店业者大合照 一起欢迎大家来基隆 这个有历史的海港城市 品尝各种好喝的咖啡 以及美味的甜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抓住夏天的尾巴 欣赏闪亮亮的海景观光 9月3号礼拜六 一起来基隆市外幕山走走吧 全国万人见走大会吃 健康乐活 来就送精美经验品 现场还可以抽大奖 9月3号上午8点 与你相约在外幕山鱼港前光上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走不起來喔 行…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網上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評吧 怎麼這樣 有追劇 有視訊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2022基隆潮境海灣節 週日下午在必殺魚港熱鬧舉行 一連8個小時不斷電的音樂祭 再加上40攤在地美食和文創市集攤位 讓大小朋友享受搖滾音樂大吃美食 聽著搖滾音樂在微風吹來的 必殺遊艇港旁喝著冰涼的飲料 享受浪漫風情的夏季 這是2022基隆潮境海灣節 在必殺魚港熱鬧舉辦 一連8個小時不斷電的獨立樂團開唱 再加上40攤在地美食和文創市集攤位 就是要讓大小朋友在暑假的尾端 熱力搖滾甩開煩惱 我們已經舉辦了第五年 那每一年都是非常熱鬧 包括這個帆船的一個比賽 還有相關的一個市集 還有音樂會 每一年都是這個夏天裡面最潮的一個活動 那今年也不例外 所以看到有40個攤位 還有熱門音樂的一個演出 精彩可奇 那因為前幾年我們因為疫情的關係 每年所舉辦的台流杯的帆船比賽 那沒有辦法辦理 不過今年呢我們因為疫情趨緩 而且我們要朝向國門的一個重新開啟 這個我們今年是舉辦了這個落島的一個比賽 那我想這個可以先做一個暖身 那這個來年整個疫情趨緩 然後這個整個正常化之後 我想我們就可以重新來舉辦相關更大型的一個活動 中午開始的朝近海灣節 一開始卻是因為大太陽熱力四射 遊客們都在陰涼處躲太陽 隨著雲層變多變厚 大小朋友逐漸湧入必殺魚港 聽音樂 吃美食 喝冷飲 市長林佑昌也在慘發處等相關局處首長陪同下 逐一問候各個攤位所販賣的飲料美食和文創物品 並且和攤商們合照協助行銷推廣 而被媒體問到激動市依舊面臨缺水的問題時 市長除了呼籲大家節約用水之外 也期盼老天爺幫忙天降甘霖下在激水區 才能有效解決缺水的問題 基本上都維持正常的一個供水 不過還是希望老天能夠下雨 才能夠徹底的解決缺水的一個問題 那好消息是下個禮拜 據氣象的一個報導 第一波的這個東北季風的封面將會來臨 我們希望能夠真正的下一些 雨是比較大的一些雨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下在激水區 那我想我們的水患的一個問題 這個缺水的一個問題 就可以得到一些舒緩 市長在問候攤商時 一度飄下極細微的雨絲 市長連忙衝出來瞧瞧 希望老天爺可以下大一點的雨 紓解水荒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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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有飄雨了 有飄雨了 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除了水非常重要之外 電力也同樣重要 因此在幫忙各個攤位行銷推廣之外 市長也特地到台電機動區營業處 在現場開設的節電攤位 和基隆台電高層們 一起踩動力發電的腳踏車 用力發電 最主要的目的同樣在呼籲民眾 共同節約用電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基隆市議會 今年度最後一次定期會 確定9月14號召開 市議員們雖然年底要選舉了 依然是堅守崗位 善盡監督市政之責 提出了包括兒童遊樂場 接連拆除出現空窗期 以及寵物銀行工程延宕 還有要建議設立集會 陳情區與基隆核數據等問題 要求基隆市政府要說清楚 講明白 預備會議上 市議員提出各項議案 向基隆市政府在定期會上 說清楚講明白 其中市議員王醒之 關心各地社區兒童遊樂設施 接連被拆 兒童遊玩出現空窗期 現在中央有一紙命令下來是說 必須要在明年的1月下旬 如果沒有符合CNS的檢驗的話 應該要全數的封閉或拆除 那我們知道目前現在7個行政區裡面 已經有4個行政區已經陸續發包 正在進行拆除 那這件事情會涉及到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基隆市只有拆除而沒有後續的規劃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這段時間 本市的兒童遊戲權 將會有1到2年的空窗期 市議員楊秀玉與林敏勳 則關心籌銀行工程研當機籌務公園 選址問題 因為我想這個 因為這個敬備相當的多 將近這個議員的敬備 就是展現其他浪漫好歹 那預計本來說在今年5月份 要完工啟用 到現在因為我本身都氣死亡 到現在完全沒有完工的一個跡象 包括整體工程進度延長 目前營運計劃 未來可能是長期發展的計劃 包括寵物的一個善終問題 採發規劃原本 我們本是目前是沒有寵物公園 那第一座原本預計是在必殺日高 但是後來在這個折點的條件 目前整個盤下來 折點應該會設置在我們這個 暖暖運動構園這邊 它是七個條件都符合 還有包括防疫旅館 集會成績區設置 基隆核數據 及歷史建物活化後續等問題 其中市議會本屆最後一次定期會 確定將在9月14號召開 距離年底選舉僅剩不到100天 市議員忙於勤跑基層爭取市民支持 能堅守崗位監督市政 衛名喉舌 我們幾乎90%以上 都要繼續參選連任 所以不能把這個時間 擺在往後太急迫的時間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預備會 算是大家都非常和諧 然後非常的順利 那也期待說 在我們這次的定期會 大家也能秉持這三年多來 大家這種為民服務的這種精神 繼續發揚 繼續延續下來 這次定期會長達一個月 重點包括市長劉昌任內 最後一次市政總報告 議員市政總質詢 各局處業務報告 市政考察 及112年度市府總預算案等 記者張其燈 基隆報導 基隆警方發現了一輛可疑的車輛 準備盤查時 這個駕駛卻加速逃竄 與警車展開追逐 直到對方自撞電桿才停車 大半夜 遠景開車家族馬力 緊追前方聚檢轎車 一路從快速道路追到平面 開車機台 開車機台 聚檢車輛突然右轉 當場撞上分割島上電線桿 整輛車卡住 兩名遠景健壯迅速下車 一左一右 拔槍警戒 遠景要求車上所有的人下車 三男一女被控制在路邊 26日凌晨3點多 基隆警方全螺時 在基隆市區看到一輛車跨越停止線 由於該車曾經被攔查過 警方覺得可疑 再次上前盤查 沒想到對方卻拒檢加速逃逸 警方一路猛追 從高速公路追到快速道路 直到對方下快速道路 自撞電線桿才停下車 本所於111年8月26日三時許 警員林秉毅終於智 執行巡邏行務時 發現一部自小客車停等鴻升時 佔用機車停等區 遂向前攔查 但該車攔查不停加速逃逸 行駛至台62甲線 校洞路口扎道時 失控撞上分隔島上電線桿 經查車內共有4人 並於車內起貨安非他命 吸食器等 其中一名乘客 譯為基隆地檢發布之通緝犯 全案依法移送基隆地檢署偵辦 小轎車致狀 車輛受損嚴重 兩人送一急救 警方查出一人是通緝犯 車上還有毒品 也要清查車上的人 是否有涉及其他案件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帽子歌後鳳飛飛 生前有許多快智人口的歌曲 為了要紀念這位傳奇歌手 中華郵政公司 在鳳飛飛逝世10周年 首次發行鳳飛飛紀念郵票 及限量版專冊 同時舉辦音樂饗宴 帶大家重回往日時光 薩斯峰老師演奏鳳飛飛招牌歌曲 祝你幸福 瞬間把大家帶回年輕時光 這次由紀隆郵局舉辦的鳳飛飛音樂饗宴 配合中華郵政首次發行鳳飛飛紀念郵票 希望用樂聲來緬懷這位帽子歌後 為了懷念我們帽子歌後鳳飛飛小姐 中華郵政今天發行鳳飛飛的郵票 這次發行的是一套四張的鳳飛飛紀念郵票 面額分別為6元、8元、13元及15元 尤其彩色版人物郵票更是難得 像這個郵票是彩色版的 我們很少有人物彩色版的 這大概是虎網金來的第一名 而且我們特別採用的面額就是6元、8元、13元 就是我們常常會用到的寄信 這個是印刷品 這是平信 這是現實印刷品 就是說讓大家普遍可以使用 那這裡面都是帽子造型 因為它的最為人知就是帽子 據說它的帽子超過600頂帽子 那另外也特別為它製作叫做小型專屬個人化郵票 這個真的很值得收藏 這些東西只有在這本專冊裡面才會有 還有集結鳳飛飛不同時期照片 及代表性歌曲的限量版精美專冊 裡面甚至附有鳳飛飛出生地 桃園大溪回戳的原圖明信片 及名片型個人化郵票 大家都知道我們鳳飛本姓林 她是祝稱在桃園大溪 她是桃園大溪人 所以我們特別蓋上今天的日期 是桃園大溪的葵字說 以為留念 因為畢竟她的出生地在大溪 我們也知道在大溪有一個鳳飛飛的故事館 所以我們也用 這個是郵票裡面的造型 我們特別在製作她的原圖明信片 作為紀念 鳳飛飛演藝生涯 開始在1970年代初期 以掌聲響起 我是一片雲等歌曲 紅片大街小巷 也曾在多部電影擔當女主角 主持的一道彩虹 更是家家户户必看的綜藝節目 想要珍藏這位戲劇歌壇及主持人 三期的巨星可千萬別錯過 記者 張祺騰 金融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NN青松電台96.9 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請大家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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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的設計我覺得很… 怎麼這樣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網速只能這樣囉 那就換中家寬屏吧 怎麼這樣 有追劇有視訊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屏吧 中家寬屏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暢快有感 EG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屏 先放中家寬屏 先放中家寬屏 發生中家寬屏 發生中家寬屏